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月手茶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JOHN 那我們今天套用磊哥長講的一句話 就是我們有非常特別的特別來致 有多特別的 是因為他們剛剛抵達台灣 那就是內置香港的 是我們希望 嘩 技巧 文職歐律 看看 看看 什麼話 香港大 剛剛特意忍住 我們現在講廣東話就可以了 其實是 是的 但是為了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要 之後要想剪 哦 如果我在唱成 國語的話我不會生 所以我們還是 國語好買 我先從你們傳名的由來開始 那當然我們有 查到資料有說 你們字母 你們喜歡的字母組成的 這是 中文翻譯 我弟希望 我們希望 我弟希望 就是廣東話 我們活得 嗯 那其實我會想知道說 文他郎的這個名字 英文字母的由來 你們說你們喜歡的那一片海 那一片海 我弟希望 我自己個人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熟悉廣東話人 其實會知道 你們的這個 不是常用的 那個 字母一樣 因為 那個 是有個 口字編 所以 你們也包含了 香港的 這個 的希望 會想知道 你們的希望是什麼 對我來講 這個名字 它就是 我覺得還蠻多 很湊巧的 幾次 比方說我們一開始 在想團名的時候 其實也想了很久 然後 有一次是 剛好我們也去拍團照 我特別喜歡 那個海的那個感覺 在香港的那個海 然後 我就是那種習慣 想太多的人 所以我都會開始在想 這個 這些字會怎麼樣呢 然後看看他的英文字啊 翻來翻去 然後最後得到這 這主詞的時候 我們就得到 Go翻譯 Go翻譯就是說 它是我們希望 我想要講 我覺得這個名字蠻有趣的 我們的歌 其實很多很 Emo的 或是很多 不同的 能量的歌 可是我們團名叫 我們希望 我覺得那個 對比的感覺 我還蠻喜歡 然後跟大家 討論一下之後 我也把它想成 那我們在香港 我們不會講我們 我們都會講我地 對 然後 講到這個字的選擇 也是 你也說得對 但是我也一方面 有點想說 我能不能在這個地方 也能 帶給別人一些希望 或是說 最起碼 能帶給我自己的希望 對 所以這個團名一開始 就是大概這樣子由來 主腦同一嘛 Bass組嘛 吉他手F 然後後面是 胡手Q 又是你們錄音師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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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主腦也是港台混血 所以你也是在台灣組過團 對 聽說你19歲才回香港 沒有 我19歲回來台灣 18、19歲 然後我差不多 29、30的時候 我看說 2019回香港 對 畢竟我們查到資料 好像沒有說 你是什麼時候 就是 原來是香港、台灣 這樣子 這樣子 那所以你對台灣 也是有一部分的熟悉感 那所以我會有好奇 想要知道 你自己的經歷中 香港跟台灣 玩樂團 有什麼差別 我那個時候還有 Hidden Agenda 對 所以我經歷的 我的小時候 我覺得我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看到 異色樓 異色樓 是我一個 我覺得我特別喜歡的樂團 因為它有一種很瘋狂 很EMO 然後樂手的實力都很強 很不常見的一種曲風 跟現場也很震撼 可是那個時候 我的印象也只大概記得 異色樓 跟一些相關的樂團 那自己在玩團的時候 我記得在香港的學校 不太有 台灣的熱音社那麼的 是 的多 然後 機會也不多 我是很幸運的 我念的學校 剛好都有一些 老師很喜歡組團 很喜歡 找一些東西 所以會辦一些活動啊 或者說有一些樂團的課程 他那些都很像課程 就是可能 香港比較流行是 可能半年有大概五到八堂課 然後也不太是一個社團的形式 你只是去學樂器 那你比較 用功的學生 你可能才會去組樂團 那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沒有我在台灣 那麼的 容易的組團 跟認識到我不同的朋友 因為光是在台灣 我記得我剛到台灣 我很快就認識我學長了 雖然就不然聽到 然後 因為認識他的關係 我就等於認識全部人 對 然後 就很容易的 想要玩團什麼的 大家都會講 喔 他也沒團啊 他會團什麼什麼 你們就湊一湊啊 他沒團 然後大家很容易 變成朋友 互相支持 然後這是我在香港 以前沒有經歷過 是 即使我現在回去香港 這五年期間 那個無力感也很重 就是我不容易交到朋友 然後不容易認識到團員 不容易認識到新的樂團 最近我們這一年 很瘋狂的發歌 發出專場 才比較認識多的人 因為我說 據我自己的經歷等等 的確像你剛剛說的 台灣有熱影師 香港沒有 對 台灣也有很多的練團師 那可能我們主要台灣的觀眾 也不知道是時候 香港其實也有 可是 很少 通常 樂團都是自己的負擔 在工行 對 工工下自己租一個單位 然後自己弄成自己的練團師 所以這個風氣跟台灣 是真的 很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 在組第一個團的時候 就在有一個網站叫什麼 HKBAN.COM 什麼 對 這是一個討論區 然後就看 這個要玩R&B 一個貝斯手 我們現在有四個女孩 插一個鋼琴手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你就可以按進去 跟他們聯絡那種感覺 比較奇怪的感覺就是 我去玩了兩個不同的團 有一點要interview的感覺 就是去了然後 喔 你好 要談一些東西 去impress他們的感覺 所以你們要找到 日同到夥的朋友 一起組一個樂團 是相對比較不容易的 對 對 因為我知道AQ是最後最新的成員 對 那好像一開始也是跟你們 募馬巡迴的時候 可以說是救火 對 幫忙的 也是因為這樣子加入 所以會不會好像說 你加入一個現有的團 反而會比較簡單 而你要從頭創立一個 會更難 我覺得在香港玩樂器 就很難認識到 自同豆豪的朋友 因為我們好像沒有什麼地方 是大家都是玩樂器的 然後我們追在一起 是沒有這個地方 我自己原色的 玩樂器的朋友 都是我的中華同學 感覺是比較難的 所以很興奮他們邀請我 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 第一個是 我認識蠻多學生或是朋友 他們都不太敢 背吉他去上班 就是好像會覺得有影響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他剛剛講得很好 我剛回香港的時候 我其實就找我很多年前的國中同學 大國同學玩團 結果就玩不太起來了 可是那個也是我唯一的年期 那我記得我以前在台灣 師大公園 這是我長大的地方 我就是從大學就在那邊 認識很多人 那個地方 我覺得也是讓我 認識到很多 樂團的誕生跟開啟 香港好像就 我好像不太認識 類似的地方 所以會覺得台灣的學生 可能比較在玩團這方面 比起香港比較氣質 很幸福 那講回創作 因為你們的歌 其實 歌詞的部分 有不同的語言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防禮你本身 因為你港才會很學 所以你在語言上面 比其他管源 起碼多了 國語的這個優勢 所以你們有些歌的歌詞 是用國語 那有些人當然是香港 上講文化 那英文也是香港 一個人 你要從小會學的語言 那會好奇說 在創作歌詞的時候 你的思想 你的心境 是怎麼樣決定 哪一首歌 用什麼語言 第一個我覺得我 我從小最習慣的就是 華語 因為我爸爸台灣人 然後我從小 我接觸的東西 都是台灣的東西為主 然後我會聽台灣的音樂 看台灣的電影過去 所以我腦袋裡面 這很快不能想到 華語的詞 中文的詞 可是唱成粵語的話 一直我都覺得 非常困難 因為我覺得我對於粵語的詞 的美學 是有一個自己比較偏好的 就比方說我 我特別喜歡周耀輝的作品 也很開心之前有機會跟他合作 然後可是大部分的一些詞 我也不太有感覺 所以早期我以前的作品 都是華語 但是回到香港之後 我覺得 畢竟它也是我的母語 粵語是我的母語 然後我覺得我在香港玩華 我特別想要唱粵語 因為如果我唱華語的話 其實在香港也很難有共鳴 有時候有一些作品 雖然很多香港人很喜歡台灣 我覺得粵語它是一個很 很能帶起大家共鳴 然後跟著唱 而且如果我寫得出來 我會很有成就感 很開心 所以當我們做第一首歌 《黑暗之中》的時候 我就腦袋就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粵語詞要怎麼唱 那我的寫法就是 我就一邊聽著吉他 他們兩個最常被我拿來當looper 就是 《黑暗之中》呢 就是 Andrew 他一直拿著吉他 彈了快20分鐘 我都叫他不要停 而且我說你要一直做非常有感情 然後我就在他20分鐘裡面 一直哼唱啊 一直寫一直哼唱 然後寫出來 然後像我們最近的作品 《想》啊 也是Kuma 拿著吉他30分鐘 然後我說 你這樣保持那個情感 然後我在想那個粵語詞 然後這樣寫出來 所以粵語詞跟華語詞 對我來講都是一個很自然的 我一定要聽到那個音樂的情感 我要跟他有連結 我就會有一些話想說出來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粵語詞 就很自然的 我覺得就能唱 然後我也會聽到有些人說 我的粵語詞很難唱 因為我很多轉音 去轉到他聽起來是那隻 但是就可能是我以前聽一些 比較黑暗的音樂 我也很想在粵語詞裡面表達 英文詞的話 其實主要都是 Kuma跟 Andrew 還有 Wu 然後還有我們今天的 Tang 然後大家都有一起幫忙 所以可以分享 英文的詞 因為剛才你有說到 在香港其實我們會學三種語言 就是華語啊廣東話 然後還有英文 然後我的背景是 我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去了英國讀書 然後我從小到大的時候 就是借書的音樂 也是歐美的音樂 所以就那個 influence 那影響會很重 寫的時候也會在想我們 其實要拿一個平衡 因為我們想寫一些 不是太流域表面的東西 但是我們也不想太深 然後觀眾 我們的聽眾很難 跟那首歌曲去有一個連結 這樣子 比如說難是我們真的第一首傳英語的歌曲 然後我們其實在那個創作的過程 我們有很多團員都在裡面去看看 有什麼可以去修改的 我一開始寫的時候 其實這首歌挺難寫的 因為有很多反派 然後因為這首歌 原來是就是吉他在彈那個melody 然後我們就把它改成為唱的 因為有很多很短 還有很多就是反派的東西 蠻困難的 但是我們在最後之後 我們保留了一些 一開始是我寫的東西 然後後面呢 我們想了一些比較像一個hook的東西 然後讓這首歌曲 更加跟現場的觀眾更連結 其實我們出了這首歌以後 然後在現場完的時候 也起的那個作用也是我們之前的 對就是比如說有一個大合唱的部分 我們在幾天前 我們在香港有一個專長在最後的時候 就是大家跟我們一起唱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很high的 其實最後那個成果是大家一起去想的 因為你們的歌 其實我覺得很難用一個曲風去定義 那現在這種團也越來越多 我覺得有好有壞 壞的是作為媒體來說比較困難 因為很多媒體都至少我要把你放在一個定位裡面 然後說這是什麼什麼類型的樂團 這是什麼什麼類型的樂團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樂團 越來越多樂團 是我沒有辦法實際說一個什麼 因為你們就是有什麼soul啊 blues 然後mortempsychedetic rock reggae jazz trap pop post rock 各種不同的風格 那好像說Andrew跟馮依是在爵士吉他 對對對 因為爵士的訓練 對那邊認識的 所以你們一定是有一些爵士的影響 有一些歌的確爵士的風格是比較突出的 那應該直接講說你們是怎麼樣組成這個團 反正一開始是那個時候大概是2022年 然後我已經回去香港三年 然後我就一直沒有辦法找到團員 所以我一直的合作都是 就是我當別人的樂手啊 或是跟不同的音樂人合作 還有做一做自己的歌 所以我覺得我 我是那種很需要整個樂團很投入 建立默契一起玩樂團的樂團 當樂手對我來講是有點 商業 對就是他比較無法表達我自己內心的東西 那我很多東西需要出發 所以那時候有個機會是 也是跟台灣有關係 反正我在某一個地方 當一個吉他的顧問 所以有時候跟大家聊聊天啊 彈琴啊 我很享受這個工作 然後我就認識到一個女孩 她就是我們都認識的朋友 她叫Syris 然後原來她就是每年都會辦一個音樂會 然後她那個時候就去台灣夜市 然後回來之後她都一直在兩邊辦活動 她就辦了一個在香港的音樂會 找到很多她欣賞音樂的 然後那個時候她找了我 然後也找了其他樂團 然後包括這是庫瑪的另外一個樂團 那因為都是樂團的關係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我要找朋友 所以我直接就在那個爵士的那個青年樂團裡面 就找一個爵士手 然後找了我兩位合作的歌手朋友 找我的那個叫和音 他們也很 那是整個很大的樂團 那時候的曲風我覺得是 比較無法做到我想要做的東西的極致 所以大部分是維持在groovy 比較move down groovy的東西 有些lo-fi 有些folk rock 有些blues rock 然後玩完那次演出之後 我是很享受的 然後我就是敲 Andrew這樣子 我就說我要來認真組一個樂團 有沒有興趣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要準備好了才開始 我還真的是很中二 我都這樣跟他講 然後他答應了 然後我問當時的鼓手 他也答應了 就缺一個face 我真的很有苦惱 然後想到那次演出那個face 我還不錯喔 可是我要怎麼樣找他 我又不想要太過主動 然後我就在那個IG上拔文 我說我要在一個face的時候 你要很喜歡move down 很喜歡三個家庭 還是要是groove的 然後你要很open mind 然後不介意我們要花很多時間 玩的團啊什麼什麼 我就寫我喜歡曲風 然後我那時候就祈禱說 拜託你要 你要私訊我 私訊我 他就在第二天就 欸彭一你好 我問你是不是在找face的時候啊 我說欸對 我就記得那天是8月11號 哇 哇 這是2020年8月11號 這個團的出行的單詞 一來之後你們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覺得那個樂團的感覺去風 其實這個團是我第一個組的團 對 然後其實剛才馮一在說的時候 我就剛想起就是我進團的時候 這個效果器也沒有幾個 真的真的可能只有一個 可能overdrive 然後一個referb 一個chorus 但是對 但是因為現在 越來越多 對然後其實在乾淨做個團的時候 那個 expectation 也是還不是很 還不是很清楚的 因為就是第一個玩的團啊 然後對效果器 對音樂的整個理解也沒有很多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其實也是 對我來說其實是蠻辛苦的 因為就是 馮一已經玩了很多的團 然後有很多對音樂的理解 但是我一開始的時候就像個 他經常也是像個老師一樣 就說啊你要怎樣做會比較好這樣子 所以對就是一開始我進團的時候的狀態是這樣子 那就是你們透過一直jam 所以你們的音樂 function 才慢慢有今天的這個朋友 我覺得這個好像是我在台灣學到的 或是台灣之前我就是這樣一個 我最早期選音樂 就是一個老師免費教我們 藍調吉他 他是在相當一個 蠻有名的老牌 藍調吉他的手 然後他 因為藍調就是一直重複一直jam 然後你就一直有想法 我小時候可能十幾歲寫歌 也就是一直jam 只是那個時候的是國中同學 現在是團員 那時候是國中同學一直幫我彈 然後在想 一開始我就會覺得這種jam 是能夠契合我的美學吧 因為我覺得 我喜歡的音樂都是 我希望聽得到樂器之間的溝通交流 然後互相的energy的變化 然後現場幾乎距離於人來的編曲 你可以去聽到他那一下下一個三連音 你可以去配合那個三連音一樣的聲音更好 我們早期就是都是jam 然後一半吧 有一半是編我的歌 因為畢竟要演出 然後寫好的歌就去編一下 一半我就是每個月每個禮拜 我都要寫新歌 我們到現在都還是這樣 每次演出都一定會有一兩首新歌 哪怕有多一個人他看過上一場 他也會真的很無聊啊 兩場的歌一樣 我自己就更無聊 我是不喜歡每一次一樣 我每一次都要改歌單 每一次我都要加新歌 然後也感謝他們也變成 或是也是這樣的人 我們才能這樣子做運 那在記憶就是要背歌 這方面不會比較難 你們一直有新歌要記 那這樣說好了 你們現在總共有多少歌可以演出 接近20首吧 接近20首 那有多少歌是已經有在正式做上 發行人 發行人 發行應該 五加四 九 九首吧 大概九首 Andrew提到說 剛加入這樂團之後 可能只有一兩個效果集 那到現在就這麼多 我蠻好奇這個過程 好奇的點是說 你們是隨著你們見出來的各種不同音樂 會覺得說 我覺得這一段用什麼效果會更好 然後再去添購呢 還是怎麼樣 那也當然藉由這個機會 想介紹一下你們主要用的器材 因為很多樂手槽的觀眾其實都是器材控的 可以先說一下就是我長大的背景 是聽西洋的音樂比較多 然後我小時候也是在教會長大 如果有去教會或是聽Gospel Music 給人應該會去那些很大的樂隊 比如說是Hill Song 這樣子 然後經常小時候聽他們的歌的時候 就那個空間感很長 所以就一開始去添購效果器的時候 我一開始也是買Retrope 對 然後就覺得Retrope很普通的吉他 為什麼有Retrope 然後就覺得很好聽 已經很好聽 其實可能沒有其他的效果器 然後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買的效果器也是比較 我想做到一個空間感比較強的感覺 然後因為在玩這個團的時候 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曲風 然後就開始會接觸更多Drive的東西 還有就Modulation的東西 然後其實在我們玩的時候 在楓葉的時候會很生氣 就是為什麼你的哪個Tone 那麼難聽 搞什麼 然後我也覺得 我也不知道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難聽 早期我塞到超多我的效果器 對 對 就不斷去嘗試 我覺得 其實蠻遜運的 就是有很多效果器我可以去試 如果是吉他的話 我現在用的琴其實也是之前縫裔的 然後就是一個Squire made in China Classic 5 對 但是其實他做了很多Modification 他就是不是玩來的Squire 這個是Jumbo Flat 這個是Vegatram Vegatram 這個在現場也是很安靜的效果 所以就 特意就 從美國那邊 那個916的Pick Up 去訂了這個Noiseless的Single Coil 他做完這個以後就說了 我永遠都不會再做了 因為是Noiseless的Single 他做了三個三頁 沒做那麼久 他做完這個之後不會再做了 可是真的很好 剛剛開拍前有稍微問過 就類似那把Bass一樣 除了木頭外 其他幾乎都改 因為像我 我也講一下 對 Bagas我覺得相對比較常見 就是說跟那把Bass一樣 Bagas台灣 不多但也有 這個的話就是 我當初一看到他我就愛死了 因為他太怪了 不可能有一個廠商會做一把SG 其實也要放一個 就是這種Fender Sherocaster的情景 然後還有一個搖座 然後還放一個Mustang的Pick Up 的東西 那我當初我覺得這個太讚了 因為我很喜歡Double Cut的吉他 因為我去彈高保衛的時候 沒有什麼負擔 然後第二個是 Tremelo是我一定要用的 那我只覺得有兩種Tremelo是好用 一種就是Bagas Train 因為他比一般的小鳥來的更大福度 然後他也不會很會走音 那上弦也沒有Frogo 是那麼負擔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Bixby 因為其實我都喜歡這種 往下壓音高變低的 我很多歌我都用到這個技巧 那所以這兩種Tremelo 對我來講都很好用 那那個Tremelo就更穩定一點 所以當初一看到這把琴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擁有它 然後就當主力琴到現在 你說就是很奇妙 我的Bass那個牌子就是 雜牌 日本的雜牌 剛剛一拿出來沒看過 對這個應該沒看過 對這個應該沒看過 主要就是那時候 想要做一個short scale的Bass 對但是Fender的 或者是一些比如說G&L的short scale 我自己覺得沒那麼好 沒那麼舒服 沒那麼舒服 所以弘益就改了這個Pack Up 就是也是916的 改了那個Abridge 還有Tuna都改了 對 都是黑色的 對 都是因為我改 他比較喜歡黑色的Tuna 對 其他他不然又是不同顏色 對 我都是一個對顏色不太敏銳的人 對 現在這把琴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是short scale 但是他很厚 那個聲音很厚 對 不像是short scale的聲音 那也因為 還是那一句 縫衣背景的關係 所以可能你們團 跟台灣有比較深的聯繫 就是你們過去也來台灣演出很多次 那會想好奇 你們以前的台灣演出 有沒有什麼特別深刻的印象 一些回憶 以及你們這一次又有什麼樣的期望 我覺得我三月的時候 帶著樂團回來台灣演出 我是很感動的 因為很多過去的朋友都來支持 起碼我以前玩的團 如果不是跟其他好朋友一起演的話 不一定能把Revover塞滿 可是這次 這上一次來 就塞滿了很開心 然後大家很多都支持這些朋友 然後 到一些不是我熟悉的層次 也跟我以前玩團的環境很不同 雖然以前在台灣玩團很容易 可是觀眾並沒有那麼多 就像我以前去計較遊戲 去地設 一定會遇到只有十個人不到的場合 可是我覺得就這一次進步很多 就是可能也我們進步了 或是觀眾也多了 我們去不同的地方也不太會容易 只有我們聆聽的幾個人 然後那個感覺是還滿開心的 然後 我覺得更開心的是 像上一次 台北專場的七月 其實才隔四個月 那 也少了一些朋友的支持 因為你很久沒有回來 當然支持你第一次 第二次你不一定有空 我們也很難得 就我也很開心看到很多的觀眾來 沒有說奧 可是看到那個很多我不認識的人來 這種感覺是 你以前玩團都是朋友支持的 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就好像真的有培養出一個 自己的觀眾群 真正的歌迷 而不是只是很有友情的支持 沒錯沒錯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也是我覺得玩樂團 真的是最感動的一個團 那你們團過去也是跟一些台灣的音樂人合作 說像《飛躍不走》 《透明雜誌》 那你剛剛有提到說《周耀輝》 那香港也有什麼觀景這些人合作之外 你們還有沒有哪位藝人 音樂人是你們非常想要合作的 那你們跟之前的合作對象 有沒有又差出什麼樣特別的活化 我們分享一下 想要合作什麼 香港的話 我自己很喜歡聽木子的歌 一個藝人叫木子 他是一個民謠 R&B 都有 唱歌超強 對 唱歌超好聽 最近有跟那個《Seasons for Change》的一個 是比較搖滾的樂團合作 都蠻特別 然後我也希望可以跟他合作 對 也是片音樂上的 嗯 我還蠻想做配樂的 就 我以前有做過一些配樂 可是沒有試過幫這部電影 所以像《冰口龍介》 他的電影都是很多很簡約的音聲音 很能帶入那個電影裡面 又不會很突出 我覺得做配樂 如果我可以帶著樂團 整個樂團去幫一些電影或是舞台劇 做一些現場配樂 那我會覺得很爽 那我們節目最後呢 我們想要請《國畢希望》 然後教觀眾一句廣東話 《Say Sandy 啦》 《Say Sandy 啦》 這怎麼意思 就是小聲音 因為玩團的時候最怕 《Say 》比較大聲 這句是我們最常講 因為我們都很大聲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實用 我覺得很可以 去跟香港玩團記得要學 好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Oder Apple Thank you 好那我們下次見 verify 我們 Platz過去 謝謝 沒事 aser Batter 有 喜歡